先听懂 来开始 咱的征税范围呀 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是卖衣服 那叫啥 那叫销售货物 对吧 那除了销售货物 咱想一想 咱们生活中还有哪些行业 还有哪些行业 对我当年啊 还有很多呀 各行各业 对吧 你比如说咱们平时吃外卖 那是不是有餐饮业 餐饮业那叫服务 比如说咱们有这个汽车修理厂呀 加工厂呀 那叫销售劳务 比如说房地产他卖房子呀 那销售的是不动产 那咱们还有无形资产 比如说咱们提供卖的一些专利权呀 商标权呀 什么品牌啊 品牌啊 无形资产 对有很多 这五个大类 其实就涵盖了我们目前 可能想到的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几乎是涵盖了我们目前这个市场经济下 所有的行业 所以说你注意了 没有一个行业 它是不交增值税的 它都得交 但是呢 我们要从这画一条线 为啥呢 我要给大家讲故事 一和二是一开始有增值税的时候 就是对他俩来争的 他俩是增值税的亲儿子 亲儿子 我们一开始制定这个增值税 这部税的时候 就是针对你销售或者进口货物提供 加工修理修配老物 针对这两项行为来征增值税 那三四五呢 原先征的不是增值税 原先征的是啥 是营业税 营业税大家听说过没 现在已经没有营业税了 现在营业税已经驾鹤西去了 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从2016年的5月1号开始 这个江湖上再也没有营业税了 但是哥不在江湖 江湖依然有哥的传说 他把他的三个儿子过继给了增值税 我们全面营改增 这三个全部改为征增值税了 那你必须要知道这个事 为啥呢 因为我们增值税为啥难学 就是因为有营改增在这 对吧 你很多营改增的规定 你会觉得特别奇怪 你会觉得为什么要这么制定呀 因为他原先是征营业税的 因为原先营业税就是那么规定的 他很多是平移过来的政策 平移过来的 而且你在学的时候呀 你知道最难学的是什么吗 是这个服务 卖东西你好学呀 销售或者进口货物 那不就是卖东西吗 对吧 好学 劳务也好学 咱们增值税呢 把劳务和服务做了严格的区分 劳务它就指两件事 加工 修理修配 就这俩叫劳务 其他的你都叫服务 都叫服务 这是在增值税 我们做了严格的区分 他们的税率都是不一样的 但是在起税那里你会发现 劳务就是服务 服务就是劳务 所以说每一个税有每个税不同的规定 在增值税这必须要给我分 劳务是什么 服务是什么 劳务就指两件事 加工 什么是加工 服装厂加工衣服 那就要加工 富士康加工手机 那就要加工 这就是加工 修理修配吗 修车子 修机器设备 你东西坏了 我给你修一修 修手机 那也是修理修配 对吧 就修东西 就这两件事叫老物 剩下的都叫服务 剩下的都叫服务 好吧 你就知道 那我们最难学的就是服务了 服务下面总共是有七个大类 每一类下面又有N多的小类 你要掌握到哪个程度 你要掌握到大类下面的小类 大类下面的小类 而且最不好编析的几个一魂一错的都在服务这里 服务里面有很多 你到底是归到哪一个服务呢 因为服务它会涉及到不同的税率 对吧 服务里面有13%的税率 有9%的税率 也有6%的税率 劳务呢 它就一档13% 货务呢 它两档 它有13%的 有9%的 五行资产就一档6% 不动产就一档9% 所以说你看哪个最多 就是服务 它不同的服务 对应的不同的税率 你都要去辨析的 所以说我们讲课的重点 大家学习的重点 就是在服务这一块 特别难 那现在咱们就针对这五大类 一个一个的展开的来给大家讲 好不好 一个一个的展开来给大家讲 先来说销售或者进口货物 销售或者进口货物 你把它拆开来看 销售货物 要交增值税 进口货物 也要交增值税 就是你卖东西要交 那你从国外进口是啥 从国外进口 进口的这个过程 你也要交增值税 对一般是咱们卖方交的 但是进口过程中 你买方也要去交这个增值税 那这个货物呢 它指的是有形动产 有形动产给我必要商 对吧 那你如果卖的是无形的 那都归到第四类了 销售无形资产去了 如果你卖的是不动产呢 那归到第五类 销售不动产里面去了 所以说咱卖的这个货物 它是有形的 它是能移动的 对吧 那这三个是大家容易搞错的 啥 电力 热力 气体 肯定有同学把它归成无形资产的 有没有 肯定有同学把它归无形资产的 说老师这个电力 热力气体 它不是没有形态吗 我看不见摸不着呀 你错了 它有 它有物理形态 你像电力 它的物理形态就是一个一个小的电子 对吧 这个热力气体也有很很小的分子在里面 只是它的分子形态太小了 你视助眼不可见 但你不能说人家没有 人家是有的 所以说对 所以说他们三个属于有形动产 那无形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你的商标权 专利权 品牌 对吧 是你这些东西 那确实没有形态 那个叫无形资产 好吧 你这三个不搞混就行了 那这 这块 你就掌握这个 然后我们的货物的税率 稍微给大家带带 在这个阶段 不用被税率 咱们会有专门一节讲税率的 现在只是在讲范围的时候 稍微的给大家顺带的说一下税率 你知道咱们货物里面 正常的都是13%的税率 只要你是卖东西 一般情况下都是13%的税率 但是有极个别的一些低税率的货物 低税率的货物 基本上是跟民生有关的 我们会少争点税 我们给了一个9%的低税率的货物 对农产品 特别棒 对吧 农产品还有一些跟民生相关的 我们会有低税率的 那到时候咱们学税率的时候 再展开给大家说 哪些是13% 哪些是9% 好吧 那这个很简单 第二档就是劳务了 它全部都是13%的税率 全部是13%的 我给大家说了 这个劳务跟服务做好区分 对吧 那它就指两件事 一件是加工 一个是修理修配 加工好说呀 我刚才给大家举例了 对吧 加工衣服呀 富士康加工手机呀 这种都是属于加工行为 给你一个原材料 你帮我加工成一个货物 就这个提供的这个加工行为 就是加工 它用13% 那修理修配呢 修手机修车修机器设备都叫修理修配 那你说修路修房子叫不叫 修路修房子叫不叫 车子的保养服务 如果是一会儿会讲啊 如果是车子坏了 你修理 那就要修理修配 如果是维护保养 哎 维护保养 那不不归这一块啊 不归这一块 好吧 修理修配和维护 就是维护和维修 我们一会儿会讲维护的 一会儿你会见到 哎 这写错了啊 和维修 它俩不是一回事 好吧 不是一回事 然后呢修路和修房子 那不叫修理修配 记住了 修路修房子不叫 那叫啥 那叫修扇 你看咱们睡法啊 哎呀 这个文字艺术 对吧 真精准 真精确 修房子修路 修的是不动产 修不动产 咱就要修扇 一会儿咱们会说 它归到建筑服务里面 它不属于老屋 它属于建筑服务 所以说我们只是修的货物 货物是啥 有行动产 对吧 不包括不动产 你要知道 你知道这块就行了 那我们这里给大家做了提示啊 你自己看一看 好吧 自己看一看 接下来是服务了 终于到了服务 看见上面这七个小字没 你们的打好基础上没有 你把它写在旁边 交由电鉴金线生 交由电鉴金线生 咱们有着七大类服务 你最起码得知道有哪七类吧 交交通运输 油油证 电电信 建建筑 金金融 现现代 生生活 我们分成了七类服务 对 交由电鉴金线生 这七类服务呢 我们有9%的 有6%的 也有13%的 我们一个一个的给大家讲 好吧 先来说交通运输 交通运输 很好理解吧 啥是交通运输 你坐车 那是交通运输 你坐飞机 那也是交通运输 你坐轮船 那也是交通运输 所以说交通运输呀 它包括路路 路路 对吧 就是咱们路上的铁 就是火车 这个大巴 这个出租车 都属于路路的交通运输 那咱们还有水路的 就船 坐船 在水上走的 还有航空的 坐飞机 对吧 那除此之外 别忘了 咱们还有一个 容易被大家忽略的 是管道 管道 管道运送气体 液体 固体 也叫运输服务 也叫交通运输 好吧 也叫交通运输 对 管道 别忘了 那在这里是真的是有几个容易搞混的让大家便系的点的先来说路路路路路你只要便系一个点就是出租车出租车一般是司机去跑车对吧跑完车之后他会给公司交份子钱交完份子钱剩下的才是他的收入那你说公司收的这个份子钱怎么办就按交通运输来走如果这个车是公司的 车是公司的 规定了啊出租车公司收的份子钱 走的是交通运输 相当于这个司机 他拿的是工资 不是说把车租给这个司机 让他去开了 这个司机相当于是这个公司聘请的员工 那司机跑跑 跑的这个收入本来就属于交通运输的 那司机的钱相当于是公司给他开工资了 对吧 你就这么理解 对我不是把车租给你了 你就是开着我们公司的车去保交通运输 挣的钱都是我们公司的 然后另外呢 我给你开工资 他是这么来赚的 你就知道就行了 对 你就知道这项行为是交通运输 别的不用想那么多 不要给我扩散思维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学睡法 禁止扩散思维 禁止发散思维 因为你发散不到点上 你get不到烤点在哪 对吧 你别在那老是瞎发散啊 我说到哪 你就听到那 你越发散 越不利于学习 其实我在学习整个中块的过程中 我有深刻的体会 因为我以前是考过高数 就是那个傲数的 考傲数是特别注重发散思维的 每一个东西有不同的解释途径 你越发散越好 但是考中块的时候 我最深刻的体会就是 不能发散 因为一发散 你就get不到点了 一发散你就get不到点了 这个点就在于 你能判断出来 它属于录录运输就行了 不要往外发散了 好吧 考过傲数 接下来是水路 水路里面有一个特别爱考的 是啥 成租和七租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是成租 成租水路不是船吗 就是说我把船租给你 你从这个天津港跑到厦门港 这不是一段 一段路程吗 它就叫成租 我就租给你 让你从天津港跑到厦门港 再跑个来回 就只能跑这段路程 然后你给我多少租金 对吧 还有一个是七租 七租是 我把这个船租给你十天 或者租给你半个月 你爱跑哪跑哪去 对吧 这是租给你一段日期 这叫成租七租 注意他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他俩都配了人 都配了人 对 成租和七租都是配了人 那不配人叫啥 不配人叫光租 你看这名起了 有光租给你一个船 我不给你配人 这叫光租 有光租给你的船 你注意了 配人了 那是交通运输 不配人 那是租赁 看出来没 对 如果我上面给你配的有人 我收的租金就不能走租赁费了 就不算租赁费 就是说 我把船租给你 我还把人给你 相当于是什么 相当于是我的人 我的船 给你提供了一段交通运输 给你提供了一段十七的交通运输 是不是 我的船 我的人 我给你提供的就是交通运输 一旦配人了 就得走交通运输 水路运输 乘租和气租 不配人 光租给一个船 那是租赁 并且是属于有形动产的租赁 这个走的是13%的水率 注意啊 听懂了 配人了 交通运输9% 不配人 租赁13% 就是配不配人的问题 同样的航空运输 航空运输的失足 是配了机组人员的 配了机组人员的 叫失足 走啥 走交通运输 不配机组人员呢 光把船 不是光把飞机租给你了 那叫干租 你看他俩是相对的一个概念啊 失足是有人 干租是没人 没人就是租赁 有人就是交通运输 找到规律了吧 找到规律了吧 啊 编析好这个点就行了 编析好这个 特别爱考 你把这几个名字给我记住 对吧 你别一看见 成族 七族 光族 施族 干族 老师我晕了 我不知道他们在说啥 其实 也好记吧 光族就是光族给你一个船 没有人 干族就是 干族给你一个飞机 也没有人 对吧 他俩是没人的 剩下那仨是有人的 要判断出来 判断出来 然后呢 这一点 还有一个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辨析的是什么 是一个预期的票证收入 就是说 我买了飞机票 我买了火车票 结果呢 我临时有事 我没去做 我没去做 我也没退票 那你过了日期 你是不是就退不了了 退不了了 你说这个 航空公司呀 这个铁路部呀 他就白得了这个 票证的收入 他也没给你提供交通运输 对吧 但是怎么办呢 这个预期的收入 也按交通运输走 虽然他没给你提供 虽然没给你提供 但这个票预期了 我们还是按交通运输 来对他征税 那还有一种就是 对大家 屏幕上都打出来了 退票手续费 是这个票 我没去坐车 但是我给他退了 咱们现在不是 你如果提前一天退高铁票 是不是要扣20%的手续费呀 比如说我400块钱 买了个票 结果我去退的时候呢 他扣了我80块钱 这80块钱是他的一项手续费的收入 那个不是交通运输 那个是其他现代服务 我们一会会讲 好吧 所以说你在这怎么办呢 你把这个逾期 你把这个逾期票收入 你跟那个退票手续费 你俩区分开 对吧 他俩得编析一下吧 他俩编析一下 如果题目中给出的是逾期的票证收入 哎我知道 走的是交通运输 如果题目中给的是退票的手续费 我知道那是其他现代服务 好吧 手续费怎么取得发票 这手续费取得发票的的事 你你在网上看一下试试啊 好的 我们现在就知道 能编析出来 他俩分别属于啥就行了 好不好 分别属于啥 那接下来就是第二个 由政府 交通运输 大家听懂了没 重点在哪知道不 会听课不 我刚才说了交通运输 包含陆路水路航空和管道 这四大类 这四大类其实倒不怎么考啊 然后主要是里面有几个容易错的 一个是出租车 公司收的份子钱 走交通运输 一个就是成租 七租 失租 他仨配人了 走交通运输 光租干租没配人 走的是租赁 对吧 还有一个就是预期的票证和退票手续费 他俩你得会编习 一个走交通运输 一个走起来现代服务 交通运输这就掌握这几个点啊 掌握这几个点足够了 足够了 听懂了哈 听懂了 我们再说下一个好吧 我们走慢一点 我们讲慢一点 别乱 别乱 下一个是邮政 邮政注意了 他仅止中国邮政集团提供的 不是邮政集团提供的 不叫邮政服务 这里不是有罕见包裹 的基地吗 对不对 那只有中国邮政集团 寄的罕见 寄的包裹 叫邮政服务 你说我 我从顺 我顺风给我寄的 我运达给我寄的 我中风给我寄的 那都不是邮政 他是啥 如果是同城 同城给你派件 那叫收派服务 如果不是同城的 是从上海先运到北京的 那叫交通运输 从上海这个东西 坐着飞机跑到北京了 坐着火车跑到北京了 这一段叫交通运输 到了北京的集散中心 快递小哥给我送到我家 同城的这个派件叫收派 都不是邮政 都不是邮政 他直指中国邮政集团 他专门为中国邮政集团 设的这个税务 你想想 然后呢 邮政里面有普遍服务 普遍服务就是咱们平时说的 寄个含件 寄个包裹呀 还有邮票的发行 对吧 咱们写信上面贴邮票啊 发行邮票 以及报刊 对吧 邮局也发行报刊吧 这些是普遍服务 免税 普遍服务现在都是免税的啊 现在这个普遍服务 基本上都没有征税 都是免税的 然后还有特殊服务 这个特殊指的是 他的对象特殊 他为谁提供的 他为义务兵提供的 一些基要的通信 一些盲人的赌物 革命烈士遗属 针对这些特殊对象 提供的这些特殊的邮政服务 也是免税的 也是免税的 目前只有一个征税的是 其他邮政服务 啊 比如说有品的销售 邮政的代理 啊 他走走的是什么税率 9% 有品销售就是卖邮票 跟发行邮票 不是一回事啊 发行是发行行为 发行完了之后 对外销售的这个收入 我们是征税的 按9% 好 掌握到这个地步 邮政服务考的很少 几乎没有怎么考过 你只要是把这个邮政呀 跟啥做区分 只有一个点 跟收派 你只要把这个区分好了 其他都不用管了 这个点考的特别少 特别少 那 这里 所以说我跟收派做区分嘛 那只有邮政集团提供的 才是邮政嘛 对吧 有品的销售 他不是销售货物 他卖的是邮票 这个邮票不在咱的那个销售货物的范围内啊 大家注意这一点 好 保定 顺逢他们 按交通运输和收派服务交费 他们收取的就是 对 同城的按收派 6%的税率 异地的啊 跨省了 不是同城的异地的 那中间那段是按9%的交通运输服务来 来算税的 好吧 你知道一下啊 你知道一下 他不是走的邮政 他就是分开 同城的是收派 异地的是交通运输 然后接下来是电信 电信考的也特别少 考特别少 几乎不怎么考 那他分为基础电信和增值电信 注意了啊 这个电信服务可不是说 我用的是电信卡 我才是电信服务 这个电信你不管是中国移动呀 还是中国联通呀 还是中国电信 他们提供的都叫电信服务 都叫电信服务 好吧 啊 他不光只是电信 中国电信公司啊 那咱们又分为基础电信和增值电信 基础电信就是平时你打电话 这就是基础电信 平时语音服务 打电话就是基础电信 那你发短信呀 发彩信呀 上网呀 都叫增值电信 如果你实在区分不清楚 你去营业厅 你给我打一张清单 你说把我这个月的花费清单给我打 你打出来 他上面给你列的清清楚楚的 基础电信服务啊 多少多少钱 增值电信服务 有哪些项目 多少多少钱 他会给你列清楚的 咱们现在你只要光记住 就是打电话 是基础电信 发短信 发财信 上网 都是增值电信 税率不一样 基础电信的税率9% 增值电信的税率6% 啊 知道这个就行了 那还有一个卫星电视信号落地转接 他在说啥 他在说啥 就是咱们现在的电视是啥 咱们最早以前是不是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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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号塔 弄个信号塔来接收信号的 那个800年前的 对吧 现在呢 我们都是靠卫星来收发信号 但卫星呢 他先把信号呢 发射到地面 再由地面呢 转接到各家各户去 这就是卫星信号落地转接 对吧 他走的也是增值电信 对 暴露你 我小时候我们家就是电线杆子 对吧 那个电线杆子 我还知道长啥样呢 就是长这样 差不多就是长这样吧 是不是你们家电线杆子 对吧 然后有时候电视不好使了 爬到屋顶上晃两下 啊 就能看见了 对 锅盖也有 现在咱们都是有线电视 卫星信号先发射到天上去 然后信号先发射到卫星上去 再转接到地面 然后转接到各家各户 他走的增值电信 光知道这点就行了 电信考的也不多 考的多的是啥 建筑服务考的多 金融服务考的多 对吧 现代服务生活服务考的多 我们都知道考点在哪 下面就是建筑服务了 建筑服务也是9%的税率 我们刚才讲了 交通运输是9% 对吧 邮政也是9% 对吧 电信里面的基础电信是6% 增在9% 增值电信是6% 增值电信是6% 基础电信是9% 后面有口诀啊 这税率先不背 税率你现在背不下来 等到后面给大家总结税率口诀啊 到时候再背 太多了 建筑服务呢 就是盖房子呗 修路呗 对吧 这都属于建筑服务 都属于建筑服务 然后呢 大家注意这块 固化 电视宽带 他们的安装费 出装费 不是电信 不是电信 是建筑 为啥 因为你安东西啊 你是属于安装呀 你冻土了 咱们建筑服务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冻土 只要你冻土了 我们就归到建筑里来 只要你冻土了 就归到建筑里来 所以说你安那个宽带 安电话 你得给墙上钻个洞 你得把线牵进来 你得把这个东西安上 它是走的安装 是建筑服务啊 跟电信没有关系 好吧 你区分这个就行了 区分这个 然后就是修缮 我们说过了 修缮 就是修房子呀 修路呀 叫修缮 把它跟修理修配 做区分 跟修理修配 做区分 是吧 那修缮服务 针对的是不动产 房子和路 都是属于不动产 叫修缮 建筑服务 9%的税率 修理修配呢 那是13%的税率 万一搞混了 按这个税就算不清楚了 装饰 装饰就是装修呗 装修也是建筑 而且这里你要知道 物业 大家买过房子没 应该都是买过房子 太小看你们了 那 物业有时候会给咱提供装修 那物业提供的这个装饰装修 我们也走建筑 但是呢 物业是不是还会收其他的一些物业费 其他的物业费走的是物业服务 对吧 现代服务里面有个商务辅助 他只有给业主提供装修的这个收费 不走物业费 不走物业服务 提供的其他的物业服务都走的是现代服务 只有这个装修房子的这个行为走的是建筑 走的是建筑 你注意一下啊 你注意一下 听懂就行了 好吧 然后刚才 还没有讲到那呢 然后呢 其他建筑服务里面是 你把这个建筑设备出租给他人 并且配人了 好 你把一个设备出租给别人 你还给他配了操作人员 走建筑服务 假如说我不配人 我光把一个设备租给你 走啥 走啥 我光把设备租给你 我不给你配人 走的是租赁 对 你看 只要不配人 都是走租赁 只要配了人 那就各找各妈 对吧 该属于啥就属于啥 各找各妈 不配人的都是租赁 所以说在这里呢 就给大家做了表格的一个总结 这就是考点 他就会跟你说 我配了人了 我属于什么服务 我没有配人 我属于什么服务 你会变息吗 你乱吗 你不能乱啊 船租出去了 配了人 叫乘租和七租 走交通运输 不配人 叫租赁 那叫光租 这名字 这名字真的是 你一滴节课 接触这么多新名词 你感到懵 感到乱 是正常的 但是这些名词啊 就像咱们班同学啊 今天咱们班来了 好几千人哈 我肯定认不完呀 就是你们的这个ID 我看一遍 我可能说怎么这么多人呀 我记不住 但是假如说 比如说我们班上200个人 我第一次见你们 我认不完 我点一遍名字 我也记不住谁是谁 我天天点名 我一天点一遍 一个星期之后 你们谁是谁 那名字我肯定倒背如流 学知识是一样的 你第一次看见这个成租 七租光租 你说我认不是他 我就记不住他 好 你那个多看两遍 今天晚上睡觉前 你看一遍 明天早上睁开眼 你看一遍 一个星期后 你再看一遍 你试试你能不能认识他 肯定认识了 肯定认识了啊 都是这样的 现在还记得 一点不乱 我最害怕你们乱了 最害怕你们乱了 好 不乱哈 成租七租配了人 交通运输 光租没有配人 租赁 失租配了人 交通运输 干租没有配人 租赁 那把东西租给对方 配了人建筑服务 就把设备 把设备租出去 配了人建筑服务 把设备租给他 不配人 租赁 租赁 区分清楚了啊 区分清楚了 接着往下 金融服务 金融服务 它下面有四类 第一类最重要的 它有两个重要的 不是一类 一个是贷款服务 一个是金融商品的转让 就是第一类贷款服务和金融商品的转让 是考的最多的 它不光在征税范围这考 在后面计算部分也会一直考 反复的考 所以说特别重要 我们慢一点讲这个金融服务 首先我们说贷款服务 你注意了 贷款服务 来咱们找找规律 咱们一起来找规律 它包括什么 包括各种各种乱七八糟的利息收入 包括信用卡透支的利息收入 包括买入返售金融商品的利息收入 包括融资融券收取的利息收入 包括这么一大堆的利息及利息性质的收入 看到没 只要是利息 你就走贷款 对不对 全是利息 只要是利息 你就走贷款 但是这有一个啥 融资性售后回租 没有利息啊 这融资性售后回租 它为啥不走租赁呢 它为啥走贷款呢 给大家解释一下 解释一下 啥是融资性售后回租 会计里面是不是也学这个东西啊 这个东西 它确实挺难的 咱们税法也学 对吧 你们经济法和会计好像也见它 我在这好好给大家解释解释 假公司 它家有一台设备 它家有一台设备 然后呢 它没钱了 它没钱了 它去找银行贷款 银行不给它贷 啊 贷不出来 它就想了一个办法 它找到了乙公司 乙公司是一家融资租赁公司 啥是融资租赁公司呢 就是说 你没有钱了 啊 你想 你想 你买不起设备 买不起设备 可以从我这租 可以从我这租 它就是这样一个性质的公司 我们现在有很多这种租赁公司 对吧 我买不起设备 我就去租赁公司租一台过来 那 它就是这样一个公司 假找到它 假说 啊 假说 我我那个 我有一辆 我有一台设备 我能不能把设备卖给你 那 可以呀 对吧 你卖给我 卖给我 如果别人要租的话 我也可以租出去 所以说他把设备卖给他了 但是卖给他之后 比如说这个设备卖了多少钱 卖了两百万 好 这下有钱了 有钱了 我又没设备了 我还是生产不了 怎么办 我卖给你 我再租回来 先卖给你 我再租回来 再分十年租回 每年 给他一定的租金 啊 比如说给了他多少租金 我们算一下 十年二百四十万 嗯 二百四十万 一年是二十四万 一个月是两万 来 一个月两万 啊 一个月二十万 二十乘以 二十 一个月十万 一个月十万 不对 我算不成了 一个月两万 十年是一百二十个月 乘以二 对 我们一个月 给他两万块钱的租金 一个月两万块钱的租金 我又把它租回来了 这样子 钱也有了 设备也有了 是不是 钱也有了 设备也有了 不烧闹 我先把设备卖给你 我再把它租回来 这样子 我钱也有了 因为我设备卖给你的时候 你给了我两百万 现在我又把设备租回来 钱也有了 设备也有了 我每个月给你支付两万的租金 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听懂了吧 那这个过程 你自己看一看 前面学过一个原则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那个原则叫啥 实至瞌睡 他这个行为是啥 他是想租设备吗 他不是 他想干嘛 他想借钱 他是不是想借钱呀 对呀 他想融资呀 他想借钱呀 实际上呢 他这个出售行为 就是一个表象 他根本就没有把这个设备给卖了 他根本就没卖 他就是把这个设备 抵押给了 一公司 借了两百万 然后 还本付息 每个月还两万块钱 这两万块钱 是不是就是还本付息呀 看出来了吧 抵押贷款 那抵押贷款 那是不是贷款 你得走啥 你得走 哎 我按错了 你得走贷款服务 你不能走租赁 实至可睡 是吧 会计怎么处理 我管不着 我就管睡法 你能听懂就行了 会计找中哥 好吧 找羊羊子 好吧 啊 你听懂了 所以说 你要一定要看出来 这个融资性售后回租 它的本质是什么 就是把设备抵押出去 我借了点钱 我再还本付息 我们走的是贷款服务 那好 大家注意了 我卖设备的这个行为 我卖设备的这个行为 你注意 不征税 不征税 他没有卖 对吧 他设备还在他家 连地儿都没挪 还在他的那个厂房里摆着 地儿都没挪 200块钱借到手了 所以说他没有卖 这个出售行为是不征税的 一会儿还会学 听懂了吧 对找讲讲 啊 这个行为不征税啊 我们只是融资的这个200万 我们会还本付息 我们只针对我们利息的那部分 你想想 我一个月给你2万块钱 我这10年还下来 我还了240万 其实我是 这2万块钱 我全去交税吗 不是的 我只针对利息性质的收入来征税 本金部分不征税 本金部分不征税 这个融资性收入回租听懂了 给我扣个1 我看看你们听懂没 有没有还没听懂呢 所有权没转移 对呀 都听懂了 听懂了那就特别棒 特别棒 后面我们还会见到这个东西的 我们还会见到好几次 在这你都听懂了 后面我就不用再给大家解释了 行 这就是 这就是贷款 他一个 第一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 你看到利息了 我走贷款 第二个特点是啥 第二个特点 我们只有保本 或者保底的收益 我们才征税 非保本的 我们不征 因为这个金融商品啊 它的形势很多的 我不知道大家理不理财啊 大家买不买股票 买不买债券 有一些是保本的 对吧 最起码你不能 不说能挣多少钱利息吧 我的本金不会有损失 我的本金是给我保住了的 在本金的基础上 我收取的利息 这是保本收益 保本收益的利息收入 你才要征税的 非保本的 我都不能保证高风险 风险老高了 你说我能保 我谁给你保证保本 非保本的不征税 但是这个到底保不保本呀 是根据它的性质来判断的 你说老师 我判断不出来怎么办 不用你判断 不用你判断 你只要细心一点 把眼睛睁大一点 考试的时候 盯一盯 人家说的是保本 还是非保本 他真的会在题目中 非常明确的说 非保本收益 你看 你别把它看成保本了 你就知道 非保本是不征税的 保本是征税的 我对你唯一的要求就是 字眼 别给我漏看了 字就行 好吧 对 题目中会说 它是保本还是非保本 会计上我不管 我们税法上 就是非常简单 对吧 就是小学一年级的小朋友 过来了 我都能判断出来 他保本还是非保本 只要你认真一点就行了 非保本的不征税 保本的才征 知道了吧 利息性质的收入 走贷款 税率6% 接下来 直接收费的金融服务 这就是金融机构给咱提供的一些服务费呀 手续费 我去办个卡呀 我交手续费呀 或者平时 对吧 我有一些金融的商品的买卖呀 什么 我中间给人家交的这个手续费呀 管理费 就直接收费的金融服务 这个很简单 这个几乎没考过 然后保险服务呢 他也是按金融服务来来征税的 这保险公司咱们有时候也把它 呃归成那个金融金融行业了 对不对 所以说保险服务 我们不管是人提供的人身保险 还是这个财产保险 咱们交的那个保费 咱们给保险公司交的保费啊 那个保费就是走的保险服务 保险公司收取的保费 按保险服务来交税 但是 注意了 被保险人 获得的保险赔付 不征税 那个不是被保险人取得收入 人家肯定是发生事故了 对吧 人家收取一点保险 你要连这个还征税 你就没有人道主义了 对不对 被保险人 啊 取得的保险服务 保险就赔付是不征税的 不管是给的钱的赔付 还是食物的赔付都不征税 好吧 不征税 对 赔付的人不征税 还有一点我忘给大家说了 利息是吧 利息你注意了 有一个利息就不征税 存款利息 咱们前面说的都是贷款利息 各种哈 存款利息 其实也是相当于 咱们把钱贷给银行了 对吧 银行给咱的利息 这个利息是不征税的 存款利息不征税 存款利息不征税 被保险人获得的保险赔付不征税 你在这记这个就行了 可以写在旁边啊 然后呢 金融商品的转让 哎呀 这个你现在是第一次见到他 你还觉得没啥 我告诉你后面咱们还要学他 还要学他 他呢 去年的综合题就考他了 金融商品的转让 我们为什么他特别重要 你学到后面你就知道了 他是差额积税的 差额积税是比较难的一个知识点啊 我们一般情况下 我讲原理的时候 我说啥 我说你卖多少钱 你就以多少钱来给我算税 对吧 以全部的收入 全部的收入 作为你的积税基础来算税 但是他不是的 他是差额的 他是拿你的卖出价 扣掉你的买入价 中间算差额来积税的 所以他很奇怪啊 他很奇怪 那大家注意这个金融商品 他指的是啥 有价证券呀 外汇呀 就是不管你的是股票呀 你的还是那个什么债券呀 还是你的什么期货期权呀 啊 这些都是玩 玩理财产品的人懂得多啊 这些都属于金融商品 你把它给卖了 你挣的钱 叫金融商品的买卖 那部分收入 要去交增值税 但是如果你的债券 你买了一个五年期的债券 你一直拿着他不卖 到期了 到期了之后 给你还本付息的 那个不叫金融商品的转让 不叫 好吧 持有制到期不属于转让 转让一定是还没到期呢 你就把它卖了 这是第一点注意的 第二点 卖股权 算不算 卖股权 对 长期股权投资 叫不叫金融商品的转让 不叫 股权可不是股票 咱们卖的是股票 股票是啥 二级市场买的 股权是啥 你直接投资对方 你拿到的股权 你不是拿到的股票 股票是指的二级市场 你就在这个 什么证券 深交所上交所你去开个户 你说我买他家的股票 买他家股票 这个股票你卖了 那是金融商品 这个股权不叫金融商品 它不是金融商品 它是直接投资 它是一级市场的行为 注意 对 它是不交增值税的 它不在咱的正税范围内 刚才我还说完了 没有啥事是不交增值税的 现在我都跟你说了好几项 不用交增值税的了 对吧 一个存款利息不交 一个融资性售后回租 你卖东西的这个行为不交 一个你卖股权的这个行为不交 还有被保险人 获得的保险赔付也不交 其实这些都是不交增值税的 都不在咱的正税范围 你注意 考过 怎么考的 有一年的综合题 就给你出了这个业务 他卖了一家 非上市公司的股权 对吧 然后还跟你说 总共挣了多少钱 你要是没判断出来 你坑是你按金融商品的转让 你算税了 你知道提就完了 你知道提就完了 这个是不征税的 股票不保本也不交 股票不保本 那说的是贷款 进入商品的转让 我说保本两个字了 没 你可以卖赚 你也可以卖赔 你卖赔了 那你赔的那个钱 还能去抵你赚的呢 假如说你一个债券 债券 我卖了 我挣了两百万 结果呢 我持有的股票 我卖了 我还赔了一百万呢 我咋交税 这一百万还能去抵 这两百万的收入 他俩一抵 你拿一百万去交税就OK了 所以说这一块 我们不管保不保本啊 这是金融商品的转让 你别把贷款服务给我搞混了啊 贷款服务 那是 所以说咱的股息是不征税的 股息就是不保本的呀 股息没有说非给你发这个股息吧 从来没有人承诺是股息是定期给你发的 股息在这儿 我们就不交增值税 但是利息要交 对吧 利息我们是约定好了 你肯定得给我 知道了吧 对 可以抵扣 大家都知道 就是要下你们啊 到这个点了啊 大家都快困了 对不对 快困了 好 金融商品这一块 金融服务这一块 大家知道了吧 贷款服务 利息 保本 加上融资性售后回租 知道这三点 贷款服务就搞定了 金融商品的转让 你只要知道 我们的股权不交税 对吧 股权不交税 还有持有制到期的 那不叫转让 那不属于这个征税范围 知道这个就行了 好 金融服务说完了 该说现代服务了 现代服务 总共有9类 现在你不用给我背 你看刚才我们讲交通运输 就讲了4类 对吧 我们讲邮政 讲了3类 我们讲电信 就讲了2类 我们又讲建筑 其实是有5类的 建筑是有5类的 然后我们又讲金融服务 4类 现代服务 9类 别说你了 我都背不下来 对吧 9类这太多了 但是我们只把那些 容易搞混的点 我给大家提示提示就行了 好吧 稍微提示提示 到现在为止 你们蒙了没有 还没有蒙吧 没反应过来 没有蒙就行 对吧 前面已经讲了那么多服务了 你们都还保持脑子的清醒 那快结束了 现在服务说完 就剩一个生活服务了 对吧 就剩他俩了 中间有哪些呢 有 你看咱们第一项是研发和技术 它里面有一项叫做工程勘查勘探 记不记得建筑服务的第一条是工程服务 工程服务是建筑 那工程你在盖工程之前 在开工之前 先勘查勘探一下 这个勘查勘探的 它是属于现代服务 勘查勘探完了 再开工 开工之后的就叫工程了 那是建筑服务了 就把这点给我区分清楚就行了 然后 后面这个我不提示了 没啥提示的 文化创意给大家提示一下 文化创意 它里面有一个广告服务 咱们后面还会有一个广播影视 你看 还会有一个广播影视 广播影视指的是电视节目 电影啊 电视剧啊 广告 它是指的 就是广告嘛 打广告 它俩不是一类啊 不能归到一类 广播的我们是广 广告服务 我们是归到文化创意里面了 广播影视是自己单拎出来的一项服务 好吧 广播跟广告 区分一下 它俩不能归到一类 知道这个就行了 然后 然后这个都都都不解释了啊 会议展览 会议展览要解释一下 会议展览是 我给你提供了一块场地 给你提供这个会议的展览 你说这个场地 是租给他的一个不动产吗 不是 这是属于会议展览 不属于租赁 啊 我给你提供一块场地 然后给你布置布置 让你在这开会 让你在这展览 那属于会议展览 文化创意里面的 现代服务里面的 不是租赁 辩析好这点就行 啊 辩析好这点 好的 辩析好这点 然后是物流辅助 物流辅助里面 我之前给大家说过 有一个收派 对吧 这个物流辅助 其实有很多 比如说航空 航空服务 你注意了啊 咱们前面是不是还说了一个 什么航空运输呀 航空运输 那是交通服务 这个 比如说地勤 比如说空中的一些服务 地面上的地勤人员的服务 这是航空服务 为了这个航空运输 提供的辅助的服务 看到没辅助的 跟那个飞机在天上跑的 那个那个行为分开 好吧 还有港口码头 啊 货运 货运客运厂站 货运客运厂站 你坐这个车 他在路上跑的 这是交通运输 但是客运厂站 也有一些工作人员呀 给你提供服务呀 那走的是物流辅助 对吧 你看 很容易搞错吧 装卸搬运 我把这个东西拉过去了 在路上的这一堆是交通运输 到地儿了 我得把它卸下来 卸的这个过程是物流辅助 还有仓储 还有收派 收派和邮政变息 而且收派指的就是同城派送 你在旁边给我写上啊 同城派送才叫收派 对吧 我在北京呢 我从上海买的东西 上海到北京之间 叫交通运输 到了北京的集散中心 快递小哥 再送到我家来 叫收派 叫收派 特别容易搞混 好 第五个 租赁服务 这个是 这个可能是现代服务里面最重要的 为啥呢 你注意了 现代服务里面 只有租赁 他不走6%的税率 剩下的所有所有的都走6%的税率 就他不走 他走多少税率 他两个税率 一个是9% 一个是13% 他不走6%的税率 对 他的租赁就分为有形的和那个不动产 有形动产和不动产 咱们前面是不是见过了这个光租 我光把船租给你 这个船是有形动产吧 他有形 他还会动 对吧 我光把飞机租给你 对吧 干租 他俩都是属于有形动产的租赁 对吧 还有单独出租施工设备 不给你配人 租赁吧 假如说配了人呢 他是A配了人 是交通运输 B这里配了人 是建筑服务 对吧 我们都会编析了 然后我们这里还有一个特殊的是什么 是把这个飞机啊 这个车的广告位出租 广告位出租 不是广告服务 他也是有形动产的租赁 车身上喷的广告 大家都见过吧 公交车上呀什么都不会喷广告 那个广告位的出租 也是属于把这个车 这一块地儿租给你了 啊 那是有形动产的租赁 但是如果在那个墙上 不动产 对吧 建筑物构筑物 喷了一面广告 那是不动产的租赁 这个墙在这 他又不会动 把这块广告位租出去 是不动产的租赁 对 广告位出租 广告位属于租赁 把租给你了 对租给你了 然后呢 车辆停放 道路通行 都属于不动产的租赁 停车位 对吧 我把这块地租给你 让你停车 这是不动产的租赁 还有我们交的这个 过桥费 过闸费 过路费 我把这段路租给你 让你在这跑 不动产的租赁 神奇吧 把这段路都租给你了 你看多厉害呀 看把他给能的 道路通行 还有车辆停放 不动产的租赁 那不动产的租赁 走的是9% 你在这就可以给我注意了 注意什么 所有跟不动产有关的 所有在政治税这里啊 所有跟不动产有关的 税率都是9% 卖不动产是9% 租不动产是9% 只要是跟不动产相关的 就是9% 就是9% 好吧 租写字兼 那是那是不动产的租赁啊 我把我的房子租出去了呀 那肯定是不动产的租赁了 对吧 把房子租出去了 那就是很正常的属于一种 不动产的租赁了 所以说我们就没有给大家说 还有租个设备给对方呀 租个什么 有形动产租赁 那是有形动产的租赁 在这里你不用区分经营租赁 融赁租赁 经营租赁 融赁租赁的处理方式是一样的 但是 融赁性售后回租 他不走租赁 我又 我又把他拿出来说了 对吧 他不是租赁 他也有个租呀 但是他不能走租赁啊 不是租赁 是啥 是贷款 我瞅我要写 我要强调一下 他不是租赁 他是贷款 租赁会了吧 租赁会了吧 分为有形动产和不动产 有形动产的租赁走的是13%的税率 那打注意一下 我给大家总结一下税率 税率只有三类用的是13% 哪三类 卖东西 销售或者进口货物 咱们会涉及到13% 加工修理修配劳务 13% 有形动产的租赁 13% 除此之外 没有再用到13%这个税率的了 没有了 没有了 就是卖东西 然后 加工修理修配 和有形动产的租赁 他们是13% 剩下的就没有了 剩下就没有了 剩下就是9%或者6%的了 对吧 6%的 9%的我们有口诀 你把9%的口诀一倍 剩下的全部就是6%的了 很好记啊 很好记 大概知道一下 见证 这没啥好提示的 你知道翻译和市场调查 是按咨询 见证咨询走的 就不提示了 然后广播影视 广播影视 你只要知道它不包括广告 在目前这个阶段 你知道广播影视的这个服务 是不包括广告的 广告哈 你 你的那个维度太低了 你上升不到我们这个广播影视的 这个归类里面来 你自己单独的走文化创意去 好 然后商务辅助 商务辅助你只要进一个行为 哪一个 拍卖行 受托拍卖 我有个东西 我拿到拍卖行 让他给我拍卖 我得给他手续费 他的这个手续费或者佣金 就是经济代理服务 记着一条就行了 记着一条就行了 因为这个考过 这个也是教材上重点提示的这一条 它是新增的一条 专门针对拍卖行的这个行为 对他做了定性 人家专门出文件 定性的 就是咱们要记的 对吧 他没有专 专门针对哪个行业 专门出了一个文件 专门定性的 那个你就不用管了 会大的分率就行了 但是专门针对某个行业 出台了文件 定性了的 你一定要记 一定要记 拍卖行 拍卖行 好吧 口诀说一下 还没讲到税率呢 讲到税率再听 还没到哪 别着急啊 先把这个征税范围听懂 我一开 我一开始上课的时候 就给大家说了 征税范围内容 特别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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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坑车坑车 说了快一个小时了 我还没说完呢 还没说完呢 快说完了啊 然后其他现代服务 其他现代服务 这点 推票费 见过了吧 推票费是其他现代 预期票证收入 走的是交通运输 然后呢 刚才不是有人问我 维护保养吗 维护保养 他也是其他现代服务 维修 那是加工修理修配 那是属于销售劳务 对吧 那个是属于销售劳务 你的机器设备 如果要是平时的维护和保养 那是其他现代 如果坏了 得修 那是维修 一字之差 就不一样的 好吧 不一样的 终于到了生活服务 好 有同学分不清什么是现代服务 什么是生活服务 你就给我记一个标准 现代服务都是为企业提供的 他的针对的对象就都是企业 生活服务都是为居民个人提供的 他针对的对象都是居民个人 所以说你不用背 你说现代服务下面都有哪些 我背一背吧 生活服务下面都有哪些 我背一背吧 其实你看见你就能判断出来 你看看那个现代服务的那几个词 多高大上呀 商务辅助 这一听就是现代服务 广播影视 对吧 见证咨询 老高大上了 那生活服务呢 你看看咱们这个词 一下子 旅游呀 娱乐呀 餐饮呀 住宿呀 居民日常呀 对吧 这都是为个人提供的 他就要生活服务 我觉得这俩是好判断的啊 你就是用脚趾头找找感觉 就行了 对吧 脚趾头一找感觉 啊我知道 他是应该归于生活 对 非常接地气 但这里面不是有个文化体育吗 他跟那个现代服务的文化创意 别搞混了 但是税率都一样 你判断错了也没事 反正都是6%的税率 但是还是不要搞混了 那在这里也给大家说 几个便系的点不多啊 这里便系的点不多 很重要的一个百度车 电瓶车 油船 这又是坐车 又是坐船的 对吧 又是坐车 又是坐船的 按理说应该走交通运输吧 车和船 但是这个坐车和坐船 你是为了走道吗 你是为了交通运输 不是你是为了欣赏风景 因为你是为了玩 因为你是为了玩 你在这游览场地里面做这些东西 那是旅游观光性质 走的是文化体育 不走交通运输 你在外面坐个车 在外面坐个船 那是交通运输 在公寓园里边 在游览场地里边 你坐个车坐个船 那是文化体育 那是文化体育 好吧 对 这不是为了那个啥 不是为了运输 就是为了欣赏风景 对吧 然后这第二个给大家提示的就是 现场制作食品并销售 你把东西现场制作好了 你卖给消费者 好 你不是销售货物啊 你不是销售货物 你是搞的餐饮服务 一定得现场制作 直接卖 所以咱们平时吃的外卖也是餐饮啊 外卖也是餐饮 外卖也不是销售货物 大家便信一下 对吧 外卖也好像是他做好了 打包好了 然后把这个东西卖给咱 其实不是的 他也是餐饮 外卖属于餐饮 知道这个就行了 植物养护 是其他生活服务 大家注意啊 前面有一个点没给大家提示 植物养护是生活服务 那咱还有个叫园林绿化 园林绿化 有人知道是啥吗 有人知道是啥吗 园林绿化 它是属于建筑服务的 建筑服务的 是属于其他建筑服务 为啥 动土了 你搞园林绿化 你不得产产土 看看啥 它也是属于建筑里面的 别搞错了 对 但是植物的养护是其他生活服务 我们 气类服务 我终于给大家说完了 我终于给大家说完了 你消化不了没事 你消化不了没事 你就把我跟你说的那个 变息的点 你大概听懂了 这个一定得靠下去 慢慢的消化的 你一时半会儿 你真记不住的 一时半会儿记不住的 好吧 你就大概知道 我们有气类服务 里面有一些大家需要辨析的 我都给大家做了提示 那接下来是无形资产 快下课了 无形资产和不动产 说完咱们就下课 我一定准点下课 所以说这会儿 注意听啊 我们这效率高一点 无形资产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是土地使用权 土地使用权 土地使用权 它虽然是 它是属于无形资产 因为咱们国家的土地 咱们是没有所有权的 按理说 这块地在这不动 它是不是属于不动产呀 但是呢 使用权 你只有使用这块地的权利 这块地不是你的 你没有所有权 所有权都是国家的 所以说使用权是无形资产 但是 我们是比照着不动产 来对它征税的 土地使用权 在整个增值税里 所有的政策 都是比照不动产 对它进行制定的 都是比照着不动产来的 所以说它也用9%的税率 我前面是不是说了 只要是跟不动产有关的 我们都走9% 我不管你不动产 你是卖不动产呀 你还是租不动产呀 你都是9% 同样的 土地使用权 比照着不动产 虽然它是无形资产 比照着不动产来 也是走到9% 剩下的无形资产 都走6% 好 知道这块就行了 好吧 对 和房子和地有关的 我们都是9% 跟房子和地有关的 都是9% 好 那接下来是不动产 这就没啥说的了 这都是9% 销售不动产是9% 不动产的租赁 也是9% 知道这块就行了 我们做两道题就下课 好不好 来 我们看看 还能记住多少 先上一道多选题 按贷款服务 缴纳增值税的有 ABCD 快速的看一看 看还能记住多少 看都忘完没 别刚讲完就忘了 最起码下课再忘 一二三 哎呀 太棒了 保底利息 咱们都按贷款服务交 非保本 那不征税 好做吧 所以说 我在讲课的时候 我都给你做了提示了 他怎么出题 他就这么出题 这就是真题就这么出 对吧 我给大家上了真题 来再上一道真题 再上一道真题 这口课不好做 别看是单选啊 租赁服务 编析一下 租赁服务 选啥 你们太棒了 哎 你们我跟你说 你们肯定以前学过 太棒了 融资性收货回租 咱走的是啥 咱走的是贷款 偷过现象 看本质 实质科税原则 时刻给我紧记 它是抵押贷款 它不是租 对吧 写字楼广告位的出租 不动产租赁 那它走的是租赁 它是不动产的租赁 航空运输的失足 失足 配人了 走的是交通运输 提供会议场地 及配套设施 走的是会议展览 现代服务里面的会议展览 它也不是说 把东西租给你了 好吧 它是现代服务的会议展览 太棒了 我非常欣慰 你们好厉害 好 我们不讲了 我们已经完美的 把征税范围给大家讲完了 我们这节课真的太厉害了 真的 我们这节课 你想想 我们把第一张总论 那么四个大个知识点讲完了 我们还把增值税 这么难的一块征税范围给你讲完了 太厉害了 我们还有十二节课 一定要二十来听课 每节课都很重要 好吧 好的 我们要下课了 下节课见 下周三见 一定要准时来听课 拜拜 晚安 比心 比个夜 往换换 我们比个夜 拜拜 走了 下课 晚安 还有 这 会有 下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